Kobe 和球迷第一热情急掌出场 这是今年夏天 Kobe来台时的盛况 高喊着想念台北 但如今宣布要隐退 最不舍的恐怕就是这群人了 踏进收藏室 从地板到天花板 堆满各式Kobe球鞋收藏 随便几双摊开来超壮观 今年20岁的球鞋收藏家小斌 从12岁开始就迷上NBA 光是Kobe球鞋就有100多双 全都价值不菲 但最特别的还是这双 史上总得分超过了Michael Jordan 变成史上第三 当初得分超过Jordan的时候穿的配色 那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左脚后面是他的签名 他签Kobe Bryant Kobe的疯狂球迷不止他 连艺人也爱他爱得要命 艺人潘伟博也在脸书上 PO出过去和Kobe的合照 只说看他要退休了 很伤感 为什么台湾人不论老少都这么爱Kobe 因为他跟篮球之神乔丹 真的太像了 切入禁区 空中拉杆 闪过防守者在打板得分 一老一少 动作不但一模一样 就连招牌吐舌头 也是一个模子 磕出来的 背对单挑 对手打算强攻 最后再来个翻身跳投 两人进攻模式如出一册 有国外网友剪接影片 证明Kobe的确是史上最上乔丹的人 只是退休消息一出 未来球场上打球身影 恐怕也只能像乔丹一样 涌成历史画面 记得有梁胡登丽台报道